贵南大师开悟 第一句话说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一定要知道 清净心是真心 清净心是真正的自己 我们无量节来迷失了清净心 心里面完全是人物 我们回忆过去 向往未来 通通是人物 真修行人 不回忆过去 不向往未来 现前的清净心 这就是经教里常讲的 当下即时 如果你要想 越想越多 过去无时 未来无中 那就越来越麻烦 佛不着麻烦 为什么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假的 假的 丢掉就好了 我们常说 不要放在心上 你心里头没有死 你的心很干净 清净心 你心里的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那是啰嗦 那就是人物 不能有四号东西 念佛法都不能有 金刚经常说的好 法上应时 何宽非法 那个法是佛法 为什么 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佛法 那自信清净心 本身就是佛法 无上的佛法 无上佛法的 再加个佛法就错了 那个佛法是个妄念 他根本就没有名字 名字是释迦摩的 讲经教学 所用的方便法 方便法 你怎么能够把它收集起来 方便法 用完就丢掉了 如果不丢掉 他就变成病了 就变成染污了 所以念佛人 念到最后 是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念不念呢 真念 是真念吗 一个印象 他已经回归自信了 他已经回归自信了 自信里头 一发不力 一发不力 阿弥陀佛没间断 要无念而念 念而无念 那为什么还要念 念给别人听 帮助别人念 那话塌了 不是自己 自己无念 自立立他 无念自立 念佛 立他 自他念立 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 这个是佛法 深妙的基础 无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